案子 那個陰影到底是 對 對 那點 在這邊 你也都在這邊 太奇怪了吧 太內證了吧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她人在現場 這個伸展動作都可以常常做 所以蕾蕾,我們跳完400下可以嗎? 我好像很羞口耶 你們一起準備好了,一起來派對吧! 今年Vlog希望你們喜歡喔! 帶你吃吃喝喝玩樂一整天! Let's go! 我們要去演出啦! 今天在台灣的野流 野流 野流 野流,對 今天天氣好棒,而且有很多海上的活動 有那個摩托船,然後有那個橡膠船什麼的都有 那我們就去挖搭 秋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张照片这位女生是在台北一家 温泉饭店泡汤 她是在游泳池旁边拍下这张照片 她正在泡汤 她拍出这张前凸后翘的身材比例 然后PO在她的IG上面 马上被各大的国际媒体报导 被称为不科学的身材比例 而且立刚 你看到 她咬下唇 这个是最厉害的一个部分 她咬下唇 而且咬得并不尴尬 而且她还是一位DJ 她是有才艺的 而且她在IG上面 有百万人 百万人 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一位 立刚 我看你快中风了 应该是差不多 一起來面还有吗 蓝星雷 蓝星雷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蓝星雷 蓝星雷 你好 蓝星雷 你好 两天都很有禮貌 这是傲人 那这个是在阳明山 对 那个是在泡温泉的一个温泉旅馆 泡温泉哪一个 在台北 台北 北投吧 对 北投 北投 北投的底楼 有这样子一个底楼 是一个温泉 露天的 露天的 真的 那一天就是只有妳在那边 这谁帮妳拍的 这是我家人帮我拍的 家人 就是家人一起去泡温泉 然后这是一个那种 家庭式的温泉旅馆 那家人帮妳拍妳 可以咬下唇吗 跟家人妳穿成这样 而且还给我咬下唇 是 咬下唇 妈妈帮妳拍的 对 这个不科学的比例 那个脚又很长 又懂得把她延展出来 完全是前脱后翘 这能了解一下三维比例 34 1 2 4 3 4 A B C D E 但是刚有一个FG的 G的 那会不会太夸张了 居姐 Oh my god 双刀居姐 妳这样突然间就在网路上爆红 这个粉丝变得很多很多 对 只有增长 就是一夜 就是经过那个国际的报导 然后就有增长 国际是哪一个国际 新加坡 新加坡 妳本身新加坡人 新马 新马 对 我国际是马来西亚 但是我在新加坡生活 马来西亚 听妳的口音应该是 吉隆坡人 是 罗佛JB 答错啦 对 恭喜答错 好 请你查 恭喜答案 是那个 Johobaru 对 Johobaru 妳还能找到 Johobaru 不知道 所以她身材才会 Ju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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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会有酸民喔 对不对 人家也会讲妳怎么 不好听的话 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 好像有潜规则 然后才拿到就是 因为我演出DJ嘛 然后到世界过去演出 你是DJ 她是DJ 对 我是DJ 刚刚有讲啦 对 但只能会表演一段 好 待会能表演 对 她这个粉丝竟然送你 使用过的Sakura 櫻花 使用过的櫻花 没有啦 Sakura 使用过的清酒 那是Sake 真的吗 就是我今年大学的时候 在今年的时候 然后她就有一个很大树的花 来到我的大学学校那边 然后因为我学校是 有那广场在外面 然后她就把 类似使用过的保险套 就是套在那个花上面 那我们就看一下DJ秀好了 DJ秀 D i know you're a i know you're a i know you're a simble are you ready i know you're a yo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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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不要動一緊 準備 準備 大家 祝你們 不要動 來 放手 一起 完了 完了 開過了會了 好 好 好想幫他刺頭 好 哇 這個笑容很棒 太短了吧 對啊 可以看一個 多一集嗎 可以看一個小時 很好看耶 我的音樂好好聽喔 Motel 對 Motel 是 你的專門 而且是從浴袍開始 然後開始去游泳汽車 你這輩子去過幾隻Motel 我沒有去過 你抬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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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去 我沒有去 來 我們來看他的 這個厲害 來 哇 哇 哇這個側面 這個照片也太大張了吧 哇 不是 他會讓人家覺得 是不是4D的感覺 是不是本人 就是已經好像 他感覺有衝出來 對 很像戴那個4 對 為什麼會有4D感 好厲害喔 而且他連那個水珠 那個頭髮微濕 然後這個水波紋 有動感 對 他是活的 對 真的 戲裡分明耶 歡迎 藍心磊 藍心磊 哇 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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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也漂亮 你們這三位是 我是32F了後2435 32A 你的資料是341又長大了 你剛剛說32F F OK 恭喜恭喜 幾日不見英文又往下讀了一個 什麼什麼星座的啊 天蟹座 哇 太棒了 那請問一下啊 就是當初我們就邀請你 對對對 接這個通告 對 您當時的心情是怎樣 當時我其實是有點害怕 就是覺得會不會尺度很大 喔 尤其有張力王在這裡 對 哈哈 那怕你啦 張力同樣不是攝影師 然後是覺得啊 光應該不會尺度到 就是太裸露 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太裸露 那那天拍這個累不累啊 那天其實還好 只是那天天氣非常冷 就是大概13度 然後風又很大 13度 對 13度你還有辦法笑成這樣 對啊 然後一直轉身 你心裡是OS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在罵我們一些 在罵你 哈哈 因為你看你13度重臉對不對 我們13度是這樣 對 真的 有OS 一直在凳製作人 拍3小時拍 喔 拍了多久喔 拍這個拍了34個小時 其實其實還蠻大的 因為我本身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回教育會比較保守一些 然後這尺度算是 在我們國家算是很大 你們馬來西亞游泳不穿泳裝 有 就是穿那種類似潛水的那種 喔 連身的 喔 對 這個是比較性感一些 所以那如果我們拿這個照片 到你們國家 你們國家的 是不會怎樣啦 不是 他們就會認為說這個尺度很大 對 他們會覺得很大 尺度超大 對啊 算健康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看我剛剛講 你有陽光 就會讓你這張照片 會比較健康 真的 健康美 你是迎向陽光的感覺 對 健康美的那個比例比較高 對 而且它沒有過度裸露啊 其實是蠻漂亮的 可是你們馬來西亞很熱 很熱啊 對啊 真的是穿T恤那種 或者是最多是背心 不會穿類似比基尼這樣 所以你去游泳池也不會這樣 也不會 那你去游泳池幹嘛 就是游泳啊 不要動啊 不要去人 不要動啊 那除了冷之外 還有最辛苦 就是要一直三百六十圈 然後一直這樣轉 三百六十圈 三百六十圈啊 三百六十圈啊 三百六十圈一直 一直轉 一直轉 然後手一定要這樣好這樣 喔 再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喔 你剛剛這樣 就是要這樣 喔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我沒有 我要主持節目啦 然後要保持微笑 你是很粗糙耶 你們Q的不好啦 來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你一看你第一眼 你的Focus會鎖在哪 講真的嗎 要講真的嗎 好 我講真的喔 那我現在指好不好 不用指 我會不小心往那個 大概啦 那個 對 會往心臟那個方向 想說那個步 它到底那一 這一塊 那個陰影到底是 是就是說 都是這個嗎 對對 那一點 那個是陰影還是 步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他人在現場 你建議嗎 你建議我們這樣看嗎 不會 不會 你可以看 這個是線頭吧 是線頭嗎 還是線頭 哪一條在這邊 太奇怪了吧 太內側了吧 是線頭啦 大天位的 我應該在那個鏈子吧 哪一條 這邊 應該是 上面數過來第二條 第二項線那邊 就是 扶著那個 胸部的曲線 對 你們看到那個 山脈的那個高低圖 大概在那個 就是一二條 這兩條是這一條 對對對 那你呢 我是看鼻孔 鼻孔 你放鼻孔 你放屁你好好講 看鼻孔看我 你好好講 你有孔的就不放過 無孔不入 你為什麼日本男生都這樣 對不對 不是 這剛好 我剛剛站在這邊 有片了啦 你怎麼看鼻孔 你怎麼看鼻孔 你講看牙齒我相信 這邊的光比較強細 對對對 接下來色情大師 我看的比較不一樣 這一個我會略過啦 因為這平常我們可能看比較多 那我會看到這個 它是有一點寫個人的感覺 對啊 它的鏈是綁在裡面的 這個完全就是高手 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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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看的位置都是這個 真的假的 我剛剛就一直很在意 會怎樣聊天 怎麼有辦法可以擺出一個人 對 好想做鏈子 其實它的層形很高 對 因為它剛剛在拍VC 它有調那個側邊這個 他就聊了一下 這邊也有信 重心整理 還有這條繩子 剪斷它 剪斷 剪斷啦 剪斷啦 拉開嘛 你剪斷它幹什麼 剪斷不就沒有機會了嗎 好啊 怎麼這麼苦呢 還有這個 地下的那個肉 阿滴阿 阿滴這邊 什麼東西 有沒有 有沒有手 日本人就是怪怪的 有沒有 這個我快修 好 很漂亮很漂亮 這都厲害 喔 來 驚喜小彩蛋 各位 打破各位幻想的時間到了 是喔 現在回憶一下 剛剛看到每一張 都是完美的照片順子 不可能很厲害 真的嗎 來 第一張 這是誰的 藍小姐 藍小姐 好啦 下了 唉唷 也是蠻漂亮的 這張還蠻漂亮的還好啊 這張沒什麼事 這是哪裡要彩蛋 鼻孔嗎 這個臉 應該是耳鼻孔吧 太ㄍ了啦 太ㄍ了啦 太ㄍ了 用力那一瞬間 眼神有一點微用力 有沒有這樣這樣 繃住 真的嗎 對 美紅王 再一次喔 二 三 你以為要 現在準備要開始 就是預備我們今天的暖身動作 那我們暖身動作 基本上都是從頭到腳 那我們會先從我們的肩頸觀 關節開始 那我們待會先從頸部的關節先 那我要請磊磊幫我們示範一下 那基本上我們可能需要長時間久坐 比較不舒服 這個動作都可以得到緩解 那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左手 來幫忙施加一點點的壓力 把你的頸部關節往側邊帶 那它就會得到你的頸關節 跟你的斜方肌去做伸展的動作 那平常也可以得到就是放鬆的感覺 好啦我們可以三到五秒鐘之後 再做換邊的動作 這個動作呢 就是針對我們九座辦公室的啊 它可以得到它的緩解跟拉筋的效果 那也比較不容易就是長時間睡眠造成落枕 所以它是可以得到一個很放鬆的感覺 OK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走到我們的肩部關節的伸展的動作了 那這個動作呢 我們會把肩關節慢慢的往上提 往前送 往上提 往前送 其實它就是在開始加溫你的肩關節 那平常呢 這個其實在久坐 或是你長期提重物 或是抱小孩 時間很容易會有這個狀況發生 那其實這個動作也是都可以得到緩解的 接下來我們的動作呢 我們會去針對開始走到我們核心肌群的動作了 那我們會去走側向伸展的部分 包含連帶著我們肩關節也會再推送一次 我們可以先試看看 先從側邊伸展的動作開始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它就開始會啟動你的背部肌群 把你的肩往前推 那其實你的背會開始出力 肚子也會開始出力 那其實核心跟背的動作 都是我們身體很大面積的肌群 所以這個部分在暖身的時候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可以吸把氣吐氣再做換邊 身體跟著做延展 也可以拉長我們身體的線條 非常漂亮 那我們接下來會再做側核心的伸展動作 來一樣我們再重新調整一下姿勢 肩後收下壓 那我們在運動過程當中 肩後收下壓這個動作非常重要 它可以保持我們上肢的穩定度 那我們會開始走側向的部分 把身體往上帶肩關節用力往上送 身體可以微微做側伸展 你會發現它的側核心 身體會成一直線的部分 它的側邊的核心也會開始得到拉筋的動作 那其實在以後啊 你們在做很多的 比如說側向的核心運動的時候 這個拉筋動作其實對你們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可以幫助你們線條更好看 來我們接下來會開始伸展我們腿部 也就是下肢了 我們上肢做完才開始做下肢 那一開始當你在做下肢的時候 我們上肢還是要保持穩定喔 所以雷雷雷我們上肢一樣保持穩定 來我們可以把右腳往前推半步 後腳踮起來慢慢的把你的屁股往後推 把前腳的腳尖勾起來 當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因為你要讓你的上肢挺起來 所以你的核心也會開始作動 在訓練過程當中核心肌群非常重要 它支撐著我們的上半身跟下半身 所以當你腿往後推腳尖勾起 你會發現你的大腿後側跟小腿後側都會得到伸展 那這個針對很容易抽筋的人 或是大腿小腿長時間久站穿刀跟鞋 都是很好的伸展動作 好來我們慢慢的吐氣 我們會把腳尖往下放 這時候你的小腿感受度會再更多一點 它會伸展到我們的小腿前側的部位 這個動作是很少 小腿前側是平常生活當中很少去伸展到的 穿高跟鞋你有時候都會覺得很水腫 緊繃的時候你就可以多做這個動作 好那接下來我們會走到 我們會把手來放到 腳的左右兩側 我們會把另外一隻腿推到最底 這時候我們會開始啟動 一樣我們的核心肌群幫你把上胸挺起來 所以你的背部關節也會開始有暖身的動作 慢慢的吐氣我們把後腳的膝蓋點地放平 用力的把你的寬往前往下推 那這一個動作其實它非常的重要喔 它是在伸展你們大腿前側股四頭肌的動作 所以你會發現雷雷的大腿前側會緊緊崩崩的 有嗎?有 有 用力的被拉扯 來我們的寬往前往下推的時候 它的大腿內側也會得到伸展 那其實我們腿部的肌群是非常大範圍的 那平常你們在伸展的時候 女生可能一樣常常久站 或是想要瘦下半身的 其實這個伸展動作都可以常常做 一天可以做幾次 其實我們每次伸展大約就是每一個動作 所以十秒鐘為主 十秒鐘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會走到我們吸飽器 我們會把身體往後推 然後我們後腳會踩平在地面上 所以會發現我們所有從剛剛到現在 我們一連串的動作 它會開始從一個關節一個肌群開始暖身 接下來會接到核心接下來會接到腿部 現在就是全身發力了 所以雷雷現在也會感覺到 它全身其實是有一點點緊繃跟熱度的 好這個都是很棒的一些伸展動作 大腿小腿後側包含你的腿後肌還有大腿內側 其實都可以拉緊 我是雷雷你不要抖 好 好來雷雷我們吸氣吐氣 我們可以準備換邊換腳 我覺得真的有被熱身到 因為就是有點流汗的感覺 然後身體暖暖的 我們所有動作都要做對稱喔 好所以雷雷雷我們把另外一邊動作做完 所以我們換左腳往前 屁股後身體趴 來我們會發現常常遇到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試著把你的腳尖操前 左右的運動過程當中你的膝蓋朝腳尖方向走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會避免你的膝關節往內側或是往外側 這樣都會受傷 所以我們盡量讓你的膝關節往腳尖的方向走 好來雷雷醫藥們 腳尖放來雙手往下 來我們放腳的左右兩側那一樣 開始我們會把腿來推到這點 好這時候肚子就很重要了 來核心出力把上胸挺起來 很棒 來吐氣一樣膝蓋點地 好所以我們一樣重複做同樣的動作 我覺得這個單元是在折磨我 但是可以練到核心是很不錯的 好來一樣我們吸飽氣來後腳跟往後踩 前腳腳尖勾起 身體往後推 沒有上來喔 還沒有上 好 這樣 對 所以我們全身的動作 這個就是開始全身肌群都會幫你去做暖身跟發力 所以我們要再撐它10秒 對大約10分鐘 10分鐘 10秒就可以了 好雷雷我們深吸一口氣 接下來我們會有帶一點有氧的東西進來了 好的我們剛剛做的都是舒緩拉筋的動作 那接下來我們帶上一點有氧 它就會有一點流汗帶上一點點喘的感覺 嗯 那第一個通常第一個帶的有氧動作呢 我們都會把手放在你的肚子上面 好 待會我們會用大腿往上抬 大腿往上抬 用跑步的方式 跑步的方式 所以這個動作你可以身體微微後勤 你會發現你的肚子核心也會開始做訓練了 好 那我們要保持鼻吸嘴巴吐氣的動作 所以你在過程當中我們的腳尖輕踩落地 試著膝蓋不要去鎖死它 它會保持一點彈性也可以保護我們的膝關節 好來我們保持嘴巴吐氣 3 2 1 好我們深吸慢吐 可以調整一下你的呼吸 那接下來我們下一個動作呢 我們會伸展一樣大腿前側 我們在所有伸展過程當中 下肢的伸展動作其實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會試著來把你的手背在你的屁股上 那這時候呢 一樣我們上肢的穩定度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會開始保持你身體在訓練過程當中不容易受傷 所以上肢穩定度 那待會我們會用小跑步的方式 用後腳跟上踢踢你的屁股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你的大腿前側會開始處理 好 大腿前側喔 核心也會開始處理 好來我們預備試看看 來3 2 1 GO 對 雷雷你在過程當中感受一下你的膝蓋 記得也是要朝你的腳尖方向 所以我們就會開始調整 可能有人走路會內巴會外巴 其實在這個時候他都可以去協助他做一個調整跟修整 好我們再三秒鐘 3 2 1 調整一下呼吸 雷雷會累嗎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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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可以轉 好 那我們接下來開始做的就是開合跳 那開合跳其實動作不難 基本上它是往上跳腳打開 往上跳腳打開 可是你在往上跳過程當中一樣 你的背部肌群會帶著你的肩膀往上走 所以其實你的上肢也是會做到熱身跟伸展的動作 只是它帶有一點速度跟有氧度 所以你會喘 對它是很好的一個暖身動作 那一樣我們在落地的時候腳尖輕踩就好了 用你的腳尖輕踩 膝蓋就不鎖死 不要刻意去打死它 好 那我們接下來會試著做開合跳的動作 好那我們預備囉 來3 2 1 GO 那老師這個要跳幾百下 大概四百下 所以蕾蕾我們跳完四百下可以嗎 蕾蕾我們跳完四百下可以嗎 蕾蕾我們可能會收工 好 好 我們也收工 太棒了 好 蕾蕾你會感覺到你在跳的過程當中屁股會痠痠的嗎 會 會 其實它是全身肌群在幫忙發力的 可是如果我們是用沒有收緊的狀態 身體軟軟的 你會達不到就是肌肉開始啟動的那一個效果 耶 謝謝老師 今天幫我上了暖操 所以謝謝老師 好 那各位觀眾記得暖身很重要 在接下來訓練過程當中一定都要先暖身 可以避免你們的受傷喔